将0.6767循环划成分数 会吗 这个有点难度 我们先来看一下0.6767循环 把它展开等于多少 0.6767 0.6767 67重复下去 这样一读有点复杂 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母来表示 A等于 好 如果说这个0.67 上面没有这个循环点 你们会不会 等多少 等于67% 也就是把它扩大了 100倍 那么对于这一个 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两边同时扩大100倍 这边就等于 100 那么这边呢 67.6767 重复 好 紧接着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现在这边A 这边100A都是整数 不用管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讨贤的 对 小数点呀 这个后面的小尾巴 把这一个部分去掉就好说了 认真对比这两个式子 这边676767循环 这边676767循环 都是怎么样的了 一样的 一样的 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相减 2减1 20减1是 100减A就等于 929A 好 那么就等于这边呢 67 这边全部都怎么样了 减没了 减没了 对 那么就只有 67 接下来 A等于多少 990-67 那么 0.6767循环 就等于 9.9-67 谢谢